韩国总统尹席月她的父亲呢 刚刚好就在15号过世了 那么有消息人士就说 尹席月还是要去 去大卫营这个外交日程太重要了 所以仍然还要如期的去参加 你说当然啦 这个可能要肯定她的 就会说好真的很重要 就算是家里面有富丧 那赖老师那她都还是选择要去 可是那你说到底为什么 对她来讲真有这么重要呢 而且她不仅仅是这么样的重视 拜登召集的这个会议 而且她非常的重视 日本跟韩国现在的关系 所以连一点难听的话都不敢讲 所以在尹席月南韩光复 78周年纪念仪式 她发表的讲话是说 日本已经是同南韩共用普世价值 追求共同利益的伙伴 相信韩日两国能 作为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 而且日本向联合国军司令 不提供的七处后方基地 是遏制朝鲜南清最重要的支点 所以这三个国家要实时的共享 朝鲜核导弹情报 所以对她来讲 你看开这个会讨论这一些 实在是太重要了 赖老师 没有那么重要了 也可以往后一点来开 因为父亲过世是大事 那你也知道 韩国曾经被日本人占领 殖民屠杀杀戮等等 日本人在韩国做的事 也在台湾做 也有在中国大陆做 那一般来说的话 你一个这么坏的一个国家 他也应该要道歉认错 可是日本人从来没有像台湾人 没有像韩国人 也没有像大陆人 去认错道歉 什么都没有 到今天他们的历史上 还是不肯道歉认错 而隐席月比较不简单 过去的领导人 他们都会很坚持 而且要他们的人民记得这一天的日子 可是隐席月跟以往的领导人 有很大的不同 是说静气浅限 对方虽然不认错 不道歉没关系 一切都原谅他 那自己的父亲过世了 这次他们要在医院举办公祭 那你理论上讲 你做儿子的也应该要在场 送父亲最后一层 不过大卫营嘛 美国总统的度假的地方嘛 我相信他的太太很想去看一看 也很想去度个假 那他太爱他太太了 我猜了 所以当然就是很重要 更重是他太太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不然的话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对不起 那些我都没办法参加了 而且我相信拜登跟岸田 一定如果真的韩国那么重要的话 他们会说我们等你 你都处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来 我们不急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 由于因为韩国总统 行程都排了 没有 韩国总统任期五年嘛 这五年所以他一定要看尽各个 这个总统府的布置啦 白宫的样子啦 晚餐啦 还有shopping啊 雪拼啊 又赶快拼啊 然后这个度假的地方 我们我当了 我五年后我又回去当老百姓了 我就再也去不了了 那我当然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去嘛 看一下打个卡嘛 那我想 所以呢一个爱妻如 如他的 那当然就满足他太太了 不过我还是讲回来 前面是开玩笑的 现在是严肃的 满足就是带他去shopping 因为去美国可以shopping嘛 好 我严肃的讲 以前是美韩军演 有假想敌朝鲜 美日军演 有假想敌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 那原来是以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为主 是 可是现在的假想敌是以中国为主 美日韩的联合军演 假想敌一定就是中国大陆 俄罗斯以中国大陆为主 一旦假想敌中国大陆为主 他就必须要教育他们的军人 要仇恨大陆人 仇恨大陆的军人 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事情 所以当美日韩联合军演的时候 一旦有假想敌人 那就是中国大陆 请问一下 韩国要跟中国大陆为敌 我就不太 我百事不得其解 中国大陆什么时候去侵略过韩国 而韩国今天加入他们的目的 要以中国大陆为敌 我个人觉得万万不可 但是看起来尹锡悦是要干到底了 对 因为他也在他们的国内创造一个韩国人 去仇恨大陆人的这种氛围 而且也成功了 日本人也成功了 创造了他们的国民要去恨大陆人 美国也成功了 三个国家的政党 三个国家的领袖 都成功的煽动起他们的人民 去恨大陆人 我觉得这些人民是可怜的 但是这些政客是可恨的 好 看起来局势不好 所以对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呢 目前看起来 这个尹锡悦的态度非常的坚定 但是他因为这一番 跟日方有关的这个谈话呢 那你看到了 这个尹锡悦就引起了很多 韩国网友的不满抨击 比方有人就说 请问一下这是一个总统 该在光复节说的话吗 有人说你不是韩国人 你快回日本吧 要疯也该有个适度吧 还有人甚至说 选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总统 哇 这个尹锡悦这番话 似乎也引起了南韩民间 很大的反弹 基本上我讲 韩国 日本 中国 台湾 马来西亚 是属于奴家文化的一个民族 就是说多多少少 韩国以前学汉文 读中国书 中国人父亲死了要叮忧的 叮忧就是连官都不能做了 回家去守三年校 所以今天台湾年轻人可能已经淡忘 但你还记得家里面 家长走了以后 头七 二七 三七 一直做了七七 不管怎么样 总要做一两个七 守校 所以尹锡悦的让人家看不起的就是说 你可以在出发之前到父亲那个宜室去一下 或者你不去 现在讲良心话 视讯会议你不能参加 你同样在现场你加一个视讯 所以有没有必要这么急的去 这是目前的状况 我预判韩国总统只能赶一任 韩国老不幸是怎么想 我难道要卷入对中国的战争吗 抗美援朝的经验他们还在 老一辈的还知道 年轻的一辈马上感受到 三星 现代 在中国大陆市场失去以后 你的经济现在已经很严峻了 如果再把中国大陆市场惹毛的话 那韩国的经济会崩盘的 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再好的市场 来替代中国大陆这么庞大的市场 所以经济也衰退 老不幸也不满意 加上对战争的威胁 我断定他能不能干嘛 还不知道 至少下一任总统一定会改变他的态度 好 那但是亮哥 美国在一旁看着 国务卿布林肯他也说话了 你看他还特别声明说 在大韩民国庆祝国庆之际 仅代表美国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而是日本媒体却说 在美日韩峰会举行之际 布林肯没有谈到日本的责任 这可以被视为美国是在照顾日方的情绪 所以哇 怎么话都能讲了 这些真的是政客亮哥 而且布林肯也没有跟中国恭喜战胜国这样 没有啊 没有啊 他只有跟韩国讲 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啦 这个时候需要你韩国的时候就这样说了 对啦 对啦 事实上我坦白讲啦 我认为美国一直没有把韩国看得很重要啦 说实在啦 他根本不认为韩战是韩国人打的吧 韩战怎么回事 事实上是美军打的嘛 美军打的 大家都知道 韩国人事实上很不喜欢谈韩战 对 很丢脸 因为当时南韩的部队真的是不堪一击嘛 而且是联合国军在打欸 听说那个时候打得比较凶的还是土耳其啊 那美军除外啦 不管怎样啦 就是 是 所以 坦白讲就是我觉得呢 美国完全是为了日本 那想要处理日韩矛盾 对 那因为刚好尹熙悦一头热嘛 那就把它拉进来嘛 可是我认为 因为尹熙悦的民调 现在就是维持在30到34之间 这个是撑不住的啦 因为历史的事情不能这么草率处理 那国际地缘政治也不可能这么草率处理啦 就是你终究朝鲜半岛的和平 你必须要考虑到中国跟俄罗斯嘛 这个太现实了啦 这个韩国人不可能看不懂啦 当然它里面有40%的欺美派 这个跟菲律宾一样的啦 都是历史造成的 那可是真的要作为一个 你说会形成一个动力啦 我想说会变成一个街头的抗议运动 对 这群人很多人都是有钱人啦 是 那你到时候就会看到 那个反弹的力道就会开始出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是否有这么多点 是否有这样子 是否有增并就有更多的 最后的衣服 再说一次 像你一步 你一步 是否会